台南北区一处建案今年四月盖屋时疑似掏空地基 导致周边的房屋倾斜 总共是有11户的居民受到影响 不过如今传出其中4户调解破局 因为建商认为住户开价高于市价的三倍 因此不收购房屋也不再补贴租金 走进台南北区北华街 看着用钢筋支撑的自家外墙 住户满市无内 今年四月当地11户居民控诉隔壁建案 新建房屋造成地基掏空下陷 房屋倾斜 如今又传出已是调解破局 建商不债不贴租金 上游老下游小要维持一家六口生计的李先生苦不堪言 他透露建商原本想要收购受灾户 但却认为住户开价过高 不选损害赔偿 改走诉讼由法院攀陪 现在剩下似乎未调解成功 没有租金补贴 因此决定先搬回来 不止倾斜问题 住户跟控诉建案工程 也导致家中自来水管破裂 明明没用水却一直跳表 但由于属于私人管线 自来水公司无法处理 这样的房子要他们如何安心 你说我把你东西弄坏了 没有证据 受损户的赔偿 我们都积极在跟受损户沟通 五户已经卖给我们公司了 那这是户 但是开出来价钱是高于市价的三倍 公司没有办法接受 工地呢 如今双方草不拢 受债库未来也考虑改请社会局协助安置 就怕能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记得最后报道